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民众可以不止听到你的一面之词了 我并不认识刘伯阳先生 不知他写这篇文章意图何在 是个人行为 还是为人所用 胡假虎微 企图通过所谓的实名举报 高举科学大旗 通过打假成为第二个方某某来出名 非常遗憾 你通过科普中国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等公众号 推送了这篇言论极端 扭曲事实的文章 这篇论点 论据和论证都存在严重瑕疵的文章 严重影响了这些平台的公信力 你想过国际科学同行 各大媒体和公众 会如何评价你发表的这篇文章吗 非谍和地外文明研究 是刘伯阳所说的邪教吗 刘文首先提到宇宙光爱的使者 被中国法院判为邪教 但是 官方从未将对非谍和地外文明的研究 定性为邪教 中央电视台也热播过引进的远古外星人等相关纪录片 如果按照刘伯阳的逻辑 和对于邪教的定义 那么央视起步都成了邪教的传播者吗 同时 中国在宇宙空间的探索捷报频传 从未停止脚步 我们的天眼射电望远镜 我们的嫦娥四号 我们雄心勃勃的太空探索计划 这一切的一切 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为之骄傲 刘文如此开篇 为夏文扭曲事实和抹黑做伏笔 企图把我往这个罪名上套 有意把我与邪教捆绑在一起 我想帮助刘先生回顾一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对邪教定义的司法解释 解释明确 贸用宗教 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 神话 鼓吹首要分子 利用制造 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 蒙骗他人 发展 控制成员 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 首先我的分享是讲非谍探索和地外文明领域的 不是宗教和气功 刘刻意在文中提起几个极端案例 把我往这个方向推 上纲上线 君心险恶 我也从来没有神话过自己 甚至在过去的分享中 我还建议过大家就连老师就不要叫我 大家通常就很亲切的直接叫我名字小小 因为我是一位愿意与大家沟通分享的非别 和地外文明资讯的爱好者 而你在文章却胡编乱造叫我为马教主 真是啼笑皆非 实属对我的污蔑和诽谤 我也没有发展和控制任何团体 事实上 我多数时间身居海外 并不认识听众朋友 连一个粉丝群都没有 更谈不上私人组织团伙了 危害社会更是危言耸听 我分享自己的经历 采访国际非别和地外文明研究专家和知情者 嘶嘶不倦地探寻宇宙真相 刘伯扬造谣 诬陷为邪教教主 居心何在 刘从UFO非别传闻 与起民间研究的发展史讲起 根据他的主观断论 抵清了一门为科学发展为一个邪教派系的漫络 他的原话还在文章中说 觉得飞碟啊 外星人什么的破玩意神神叨叨的 接着杨阳洒洒写了好几段 坚定的否定了飞碟和地外文明存在的可能 认为是科幻故事 他还认为 许多被外星人绑架和飞碟目击案件都是传说 刘先生还声称 有一波人想搞外星人邪教 宣称要举报到反邪教组织 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轻率的 就给天下研究和讨论此领域的人士 扣上一顶邪教的帽子 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专注点和探讨的领域 虽然在刘伯扬的世界观和认知领域里 无法认可和接受此事 但是你无权任意给他人套上邪教和伪科学的头衔 这种极端思想和行为 显示了你的人品之低下和思想之狭隘 我也认识一些国内一流高校的学生 思想客观 对未知现象领域 很有兴趣研究和学习 这种开明的心态是刘伯扬学习的榜样 刘伯扬是一位在读的天体物理学博士生 但是尚未毕业 未在科学领域 做出可圈可点的成果造福大众 却极不可耐地跳出来高举科学的旗帜出来打假了 在自己不懂的领域 不要做井底之蛙 不要通过妖魔化别人 摆出一副权威的样子 飞碟和地外文明 研究在国际上是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研究者中不乏主流科学界的前沿科学家 比如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Rudy Schult博士 第六位登陆月球的宇航员Ed DeMitcher博士 世界著名催眠师Mary Rodwell女士以及之前我采访过的Ray Hernandez律师创办的FRE机构 该机构联合众多长春藤大学 以及其他名校的几十位主流科学家和学者们一起 用了近五年时间 开展了一个世界最大规模 最悬面 覆盖最多地区 最新的一次严谨科学调查 从研究报告可以看出 国外有太多人有过这种超然的体验和经历 这是个全球散为的现象 这些主流科学家们提供的数据和信息是严谨的 要比在读博士生刘博洋文中的主观思想严谨的多 更具可信度和科学性 另外 通过搜索引擎 我们可以找到大量飞碟的视频和照片 还有无数人披露的亲身经历 事实上 自治通鉴等中国古籍中记载的飞碟案例数不胜数 而在当代 著名作家池利也曾注文 我在新疆看见了飞碟 著名学者刘沙和 也曾用诗歌描述目击飞碟的遭遇 这些方面的信息和观点 刘文学之字不提 刻意忽略 对于这个飞碟现象 和地外文明领域的评论 更断章取义 如此论证 何以服人 刘先生通过引用极端的例子 企图把我捧到一个网络众多爪牙 借据敛财的邪教教主的位置 数到把心正宗 亦欲除之而后快 你又宣称 我在悉尼买了两套房 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你为何要如此造谣和捏造事实 请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你有证据吗 其他一些人身攻击和不实评论皆不一一列举 你的造谣是对我的重伤和诽谤 我殷切地期望读者和转载的媒体平台 有更好的鉴别真相的能力 判断一个人和事情的时候 要综合所有信息去判断 不要看到任何人用科学打假的幌子 就以为是真理和真相 要倾听其他领域的声音 我警告刘伯扬先生 一 就你此文 我已与数位长春藤大学 和其他国际名校教授和科学家沟通 并交换了意见 包括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和科学家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以及其他几位世界级的前沿科学家和教授 对于你的那些极端言论 他们会发一份联合声明回复你的无知 任性和傲慢 二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不会听信扭曲的事实 不会随意乱扣邪教的帽子 你做人要有底线 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内心向善 重伤和诬陷 他人为君子所不齿 三 你是澳洲西澳大学的在读博士 你很清楚澳洲也是法治国家 我会联合两位澳洲名誉权领域的资深律师 专门研究此事 保留对你采取法律措施的可能 刘柏阳同学 你是学偏文的博士生 我是热心研究宇宙奥秘的律师 我们其实是沿着同样的方向 从大山的不同侧面向上攀登 同为炎黄子孙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马晓晓落比于悉尼